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迎应高龄化社会即将到来 有大学士特别和业者合作 成立台湾第一个跨领域的 国际家林产业研究发展中心 将校内的营养保健 食品科技和资讯分析等专业科系 进行人才整合 未来将针对分析出来的大数据 建构成大型的基因资料库 除了和业者共同开发延环老化的保健产品 也希望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谢谢 在众人的见证下 晋仪大学校长和多位业界代表 一起共同签约 宣告台湾第一个跨领域的 国际家林产业研究发展中心 顺利成立 未来将透过产学合作的方式 把校内的营养保健 食品科技和资讯分析等专业人才 进行整合 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我们会提供很多服务 那很多的课程 就会跟这些服务发生关系 很多的研发也发生关系 那我们的同学从中间就可以学习到 他如何面对未来这样子的人才的培育的需要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为了 家林产业的人才培育 做准备工作 随着高龄化社会几张到来 老人保健和照护服务 逐渐受到重视 因此校方也表示 希望透过整合校内专业资源 把分析出来的实验大数据建构成大型的基因资料库 除了和业者共同研发延缓老化的保健产品 也希望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研究的一些数据 可能我们现在可能用一个 Leader Base 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 那利用这样子的数据的分析出来 是不是可以利用到未来老人照护 长期照护的里面 能够是是否可以来 能够给他们有一点相关的一个帮助 学员界包含我们农委会等等 都有一些非常好的宝贝 藏在所谓我们的学员界的抽屉里面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 公共中心的一个合作 能够透过我们的平台 能够把这些学员界的研发成果 很顺畅的然后推广到世界各地去 下方也提到透过产学合作方式 不仅能够帮助学子增加实务经验 提早建立职场竞争力 对于产业界来说 也能有效提升产业技术 解决人才流失的困境 记者陈博翰台中采访报导